这怪了 跟第一届耶稣夏季赛也没 对 因为前四名已经四场已经邀请的 对吧 对的 昨天抽到奖那个人也没有填 我靠 叫什么canaan8986他也没填 你现在说没有 待会儿 待会儿人多了之后 然后再再说一下 如果他还是没有填 那就没办法了 哎呀 是啊 对不对 说得没啥丑 中奖都不填 我靠 是的 有钱不要 我靠 马路打Duck的比赛 过一会儿啊 第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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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没那么早 对 第二场 这个他们比赛 他们自己的 感谢兄弟 本月不顺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 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安排 我们没办法 我们做转播方 我们只能看着 我靠 对 我们不能让他们先打电场 对 我们不能让他们先打电场 或者打电场 但是我们我们只能看电话 我们只能看电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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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PVP嘛 前期 对吧 就那么回事了 他们两线上打还好 也没打线下 感谢兄弟 加华科技天天跌挺的一个飞机 男兄弟啊 直接赌一下 反正PVP现在 有了这个核电站之后 好像开局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没有没有 只是说你开局了之后 你在开二框之后会 哎 这跟水晶可能待会儿可能会有些奇效 说不定 对 你开二框之后 你的这个打法可以稍微奔放点 不用像以前那个那么的猥琐了 对 稍微奔放点 你感觉看到了 你感觉看到了 清本 这个 如果说他进 他如果能打出来的话 那 他至少还能够去参加一个 就七月中旬的一个 Dreamhiker的一个夏季赛就等于是 但是不是线下 不是线下 只是线上的比赛 才会经历一些什么 比如 延迟的问题啊 什么问题 反正都有 如果这个夏季赛的时间呢 就时间点呢 肯定 相对于 相对于来说的话 肯定跟 不是 疫情这个情况 还有比赛就不错了 还挑三减四的 是这样说吧 对 但是呢 疫情 现在这个局面 在时间上肯定对亚洲选手 是不利 这个是肯定的 肯定的 这个不用想 对吧 肯定你打美服你是肯定 对你的时间 包括对你的网络 都是有些不利的 但是呢 疫情现在这个情况 不要挑三减四 有比赛打不错了 你想想有多少体育运动 都停掉了 对吧 还有 不过 他们好像 足球 欧洲那些足球的 比赛好像 也开了呀 感谢LX明年PAB 挂了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 对 你不能去跟这搞足球的别 你想想那些拍电影的 对吧 最近都开不了工 你还开工了 你还有比赛 不错了 那至少是 好像一打一架已经开始了 反正西架是开始了 开了开了 很多很多欧洲的足球联赛都开了 我觉得前两天不是还什么 无理还不进球了吗 对对对 还搞了一个进球 哎呦 想贪两个 把你有能量的都给你打了 其实这个 那这个 四个尺度换三个哨兵也不亏啊 赚了好吗 对啊 空头使徒再来 哎 难道被截吗 哎 没没说 反应快 那反应快 但这个被截 截得很飘逸好不好 只能说 这个意思有点好啊 只能说 却普估计都吓了一跳 却普真的反应有点快 刚刚 反应卖一点 其实就没了 一般来说这里就不可能有兵的 对啊 你们莫名其妙会在这放兵吗 嗯 那在这中间 对啊 我说 我看 对啊 肯定是不可能有点 好 但是 你怎么在这呢 我看 双方只打法没 两个人只都买没什么变 嗯 但是亲本人扣还是高很多啊 补起来了 刷了一轮补起来了 兵力一样的 差不多反正现在 真的没怎么变现在 冷静再切啊 再切一个地方 我们家里面应该有防守 不打双线 是不朽吗 用得着那么 有点狠啊 有点狠 不过这些交换 其实双方还是可以接受的 你前期又不打 你这种杀一两个追猎 影响不大 卡尔流 毕苏流和宇宙天空流的区别 为什么问这种东西吗 不知道啊 他们论坛之前在问 毕苏流和拖把流是什么东西 他们就在讨论 理论大师吗 卡尔流呢 是毕苏流的 有点像变种 对吧 但卡尔流是这种 下面跑叉叉的那种 就用叉叉换经济的那种 但具体 我已经有点忘了 不是很熟 因为这个流派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像毕苏流 或者像拖把流 这种极大臣的这种 体系 开发体系的这种流派 它只是中间的一种打法 所以卡尔流并不是一个 大家觉得 特别要去研究 或者特别要去 这个学习的一个流派 但是拖把流和这个 毕苏流是对 PVZ和ZVT造成的一个 跨时代影响的一个 这种战术体系 宇宙天空流呢 其实就是猥琐 猥琐出航母 其实跟修地宝出航母 然后投金甲 跟你们说的这个 前面两个打法是完全不是 分坑流 哎就分坑流 你妈的宇宙天空流 就分坑流 我靠 我加起来 这妈的这个卷普 这波有点狠哪 我靠 但你不得不说 清本的核天站 刚才还是顶了一波啊 但是背地顶得猪啊 这个 他上来 这几个其实 坏像白小 还是吃了不少的输出啊 哎就想死了啊 直接打死了 卡尔流 卡尔流 我说过来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卡尔流就跑叉叉 就各种跑叉叉 因为卡尔流 其实就是个战术 你说什么 宇宙天空流 宇宙天空流是最早的 宇宙天空流 是比拖把流 还要早的一个套路 是那个Nara 是天使Nara 把这个比赛 把这个体系 发挥到极致的一个选手 但是宇宙天空流 还是打不过重组 没用 那那那结论什么呢 结论就是最后 还是B4-6改变的 PVZ的 PVZ的整个体系啊 就宇宙天空流 就极限为所嘛 粪坑流嘛 然后出金甲 各种投 然后修地宝 出航母 最后 出航母 出那个阿比特嘛 然后最后 最后 最后赢嘛 当然打 每盘都要打四五十分钟 但是打到最后 还是赢不了马本 Nara还是被马本 吊起来抽 当时 其实这个 这个是有个故事的 宇宙天空流和 那个 B4流 是有个故事的 就是当时的 MSO的那场半决赛 半决赛 就是B4对Nara Nara在之前的MSO上面 已经输给过 那个 IPXZERG了 输了 然后呢 但是在 那一届的MSO上面 Nara的状态 可以说是 已经打到巅峰了 当时的巅峰 而且他的那套 宇宙天空流 已经用到了 极大层者 他的宇宙天空流 当时所有的 所有的人 都是觉得 决赛 IPXZERG 对Nara这场比赛 Nara是有可能翻身的 有可能改变 当时这个PVZ 就是永远打不过 IPXZERG 或者打不过重塑的 这个局面的 就是觉得 Nara可能会用宇宙天空流 极大层 然后战胜 IPXZERG 但是在半决赛的时候 遇到一个黄毛小子 刚出道的 那个人就叫B4 B4在半决赛的时候 是击败了Nara 击败了Nara之后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就觉得决赛 所有人都觉得决赛 已经失去了悬念 Nara竟然在PVP上面 翻车了 然后整个决赛的支持率 是好像是98比0 0点 反正就是98的人支持 0点 反正就是98的人支持 IPXZERG 因为IPXZERG整场只输了 就一年只输了 两 只输了两场 这个 只输了两场 这个 ZVP 只输了两场 所以说 觉得IPXZERG 是不可能输给 像B4这样的新人的 然后B4也是 踏着Nara的尸体 所有人都觉得 B4是神族的罪人 因为Nara当时的PVZ 就是他的宇宙天空流 已经集大成了 觉得应该可以 宣翻马本的统治 结果没想到 到了决赛 你把B4打出了一个 全世界所有人都没见过的 全新的一个套路 海盗引刀 B4流压制 然后海盗引刀 然后迅速扩张 就压制了 IPXZERG 然后决赛完爆 IPXZERG 然后那天 赢下那场比赛的时候 刚好是3月3号 所以始成33革命 为什么B4最后的 外号叫革命家 也是因为这场比赛 获得的 这就是星际争霸 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故事 我只觉得你妈的 以前韩国星际 还是有点故事的 写新闻的那帮人 他妈的有点 有点残 而且正考试 刚好是这场比赛 就是有点传奇 刚好这场比赛 B4流这样的话 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去打 再也没有人去打宇宙天空流了 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在练宇宙天空流 觉得这套战术 可能是最终 能够击败虫族的 最终的一个套路 但是B4流出来之后的话 就彻底改变了 PVZ的格局 就是所有的神族选手 就已经放弃宇宙天空流 然后去沿袭 这个B4流的一个套路 这也是B4就 B4也正式通过这场比赛 接过了那个神族领袖的一个 一个这个 就进入了B4和Stock的时代 Nara就成为了过去 就是当时的天使和恶魔 就Nara和Kingdom的时代 就已经过去了 多么久远的故事 反正我告诉你 星际霸这个游戏 星际一 星际二 你妈讲这种故事 讲体系 讲什么战术 信守年来 我他妈就是懂王 不是 星际二 没有这些 就所谓的什么 星际二没有写 不是 我告诉你 星际二写的没有那么传奇 但是其实我可以跟你 类比一些过程 类比一个过程 就比如说 这个B4击败 B4击败 这个Nara的 B4击败 这个 Epic 这场比赛 有点类比是什么 有比类比于去年 Sero无敌了一年的 ZVP的这个状态 就是无敌了一年 然后呢 最后在 ROG上面 不是他被 那个 把本用最新的那套 三先知那套体系击败吗 就是 是不是他之前也没输过ZVP吗 一年已经没这么输过 然后被把本机 大概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那么传奇 对 就没有人能够 就把这东西写成一个传奇的东西出来 写成一个故事出来 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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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 星际争霸这个游戏 变得太邪了 其实 这里吗 这怪我们 怪我们 怪我们 因为我们在转播嘛 我们并没有把这些 就是把星际争霸变成一个特别有传奇色彩的这种 就是写那么多故事 想那么多东西 做那么多编剧 你这个锅我不挤啊 真的怪我们 真的怪我们 我们这个 怪我 其实主要是怪你 你妈的不是怪我 我靠 你妈就是想说怪你 就因为你把这个东西搞得太邪了 我不挤啊 这个我不挤啊 妈就是因为你把星际争霸搞得太邪了 现在你妈出来都是什么 你妈的各种邪心 想当年你妈都多么传奇的这些选手们 对不对 听起来就你妈的 你妈的按 吕布是谁先说出来的 我说说 吕布还不 吕布这个名号还不好 你妈的要不是我 你妈的 要不是我他妈拖着 拖着你还想了几个这种 比较牛逼的名号 七情四世 你妈谁先出来 你妈的 我呀 哎呀 我总归还是受了一点影响啊 你妈的 我总归还是受了一点影响 哎哈哈哈哈 下面还是能杀农民 在这波换家了 直接清门直接换家 妈我就问一下 吕布这个名号还不牛逼 再堵一根啊 再堵一根啊 好了 打不进去 清门人又傻了 家里面还被换了点农民 这面也打进去 进去再杀一波 哎 哎 秦本 哎不是吧 秦本没了呀我觉得 你把他去换家 啥都没打到 别人的一波使徒 到他家里面爽歪歪 没了呀 翻张倒海好吗 这秦本 这个这波打完 差六个农民 差七个农民的 你们真坏 老给职业选手乱取外号 不不不 这个主要这个 现在这个年代 你妈的啊 我我随便 我随便说两个啊 妈个 老子也是受了你的影响 我以前多正经一个人啊 李培南 你妈的被称为野人 你妈是谁先说出来的 他妈的是长得像野人啊 你妈的 你妈 对不对 你认真点取 野人这个外号 其实还可以 妈 你妈 野人这个外号还可以 野人这个外号 真的还可以 妈的我再想想 我在想 妈的 Michael said 你妈的叫 你叫别人外星人 我操 那妈是你叫的好吗 你不要转火 外星人是以前掉出来的 是吗 对吗 你妈 tied 外星人 对吗 罗那儿也是外星人 没错的呀 妈的 你妈 大概大积 uw档次 那你为什么要把那个 你妈的 那个 那个 ًW inteiro Lopez 拿出来 妈 那是有点香吗 这外星人吗 妈的 对 妈的说明他很牛逼啊 раздел 是吗 怎么还要谁嘛 不是 现在这个年代 特别是在我们国内的 体育啊 不管什么 都越来越娱乐化了 所以呢 而且现在的玩家 现在的观众呢 对你那种取这种 吊家天的这种名字 其实不那么接受 对吧 你取那种什么 天使恶魔 最终兵器暴君 你妈魔王 这些好像也不是那么接受 这些那么帅的名字 还比较娱乐化一点 对不对吗 对吧 你想当年最早的时候 我们看篮球的时候 对吧 你们取的是什么 对吧 篮球之神 这种什么各种锤 大鲨鱼奥尼尔 这种锤各种锤 现在妈的动不动 就是你妈的什么 什么妈 凌晨四点钟 什么星星 什么的 所以你们现在 现在也 观众现在也娱乐化了 你知道吗 哎 这妈的 亲本没了呀 这个 亲本本本来就没了 他一直都猎势 对 阳圈第一打手 你妈的 对啊 你们动不动 就你妈的 肺羊羊 我靠 这都摔不起来 你知道吗 废样 不然是这样的 就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是因为当年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以前的 OSO 不管是韩国 韩国 OGN 还是MSO MSO其实做的少 OGN做的比较多 这块 就是他们有一个专门的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编剧 你知道吗 就我之前不是你们讲过吗 有个编剧的 他们这个编剧呢 就专门 专门写这些故事的 他会 他不是说 他会 他不是说 他写故事 让选手来演 而是选手 选手怎么打 他怎么写 就你们就写成这种武侠小说呢 就是 也不是武侠小说 就大概就是 反正就是他会有一个 有一个故事背景 或者不叫故事背景 就是他会给这些 给这些选手写这种 就是比如说外号啊 或者称号啊 或者这些东西 就是会 会引导玩家 就是这种就叫韩国的 一个造型的一个 一个套路嘛 就反正就不管是套路也好 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 这个东西 然后这些有很多外号啊 这些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你看 直到今天 李培南去韩国参加比赛 他为什么 为什么韩国人上来 就给他取了个叫 潜龙的这个称号 对吧 虽然我们很搞笑 我们说他是舔龙 或者怎么样 会起龙 你妈谁说的 我们虽然你妈的 上来就会起龙了 但是韩国那边做 做东西 他们其实 他们还是把这个东西 就他们无论是导演啊 还是这些 整个反正氛围啊 他们还是希望把这些人 塑造的比较高大上 比较 比较这个 比比较帅啊 比较帅啊 做偶像 做明星 做爱豆的这个方便去的 而我们这边呢 就比较接地气一点啊 说说白了 说说 说好听点叫爹基 说说难听点就比较熟啊 我们这些 因为因为我们这边 你妈有个解说是个文盲 这个也没什么 盲 对吧 就有个解说比较 比较文盲一点 你让你从他嘴里面 能想出最终兵器 这四个字 其实挺难的 哼 没有 以前 以前我们 你妈的也有的呀 也有这种的呀 对吧 你妈的怎么 揭示的 霸王枪 对不对 那是你 以前呀 对呀 我告诉你 话说回来 你妈这件事情 不能让我们背全国 你妈 POO至少要背一半 你妈的 他们上了什么 黄语党 我靠 你妈的 什么什么什么 野蛮人 我靠 对呀 野蛮人酋长 黄语党 你妈的 他们他妈的就是 我靠 就是阿龙他们 你妈要背一半国 他们也是 他妈一帮文盲 我靠 你妈个 对呀 豪哥 你妈拍个上海 他脑子 他妈人都傻了 反正和上海 他拍的还可以 我莫良 那个你妈的 那个许文强的 那个音乐放出来 他那个你妈的 披了个那个 披了个什么 披了个西装 然后叼了个烟 走出来的感觉 还可以 我莫良 我现在找不到视频而已 反正我就告诉你 他们也要背一半的锅 你妈的 现在中国星际 就这副正数样子 他们要背拒锅 要背拒锅 就他们先干的 以前我在牛TV的时候 老子你妈也是个 正正经经的人 每天你妈 都还是取的那种名字 都还是挺帅的 对不对 你妈搞到现在 搞成这样了 快点打吧 确保赶紧3比0 我们要看 要看马路打Duck了 大魔王教主 其实教主这个称号 在韩国是没有的 教主是中国这边的观众 搞出来的 猥琐神教 当时搞了个 对吧 搞了个猥琐神教 然后 然后所以他才把它叫教主 其实他在韩国的称号 叫最终兵器 而且这名字是帅很多 最终兵器 杰洞反正一直是 叫大魔王的 杰洞的确 杰洞叫暴君 在韩国 暴君大魔王 在韩国别人叫最终兵器 不叫 他都不知道 自己叫教主 后面再跟中国混多了 才知道 提里扬佛丁刘欢 这你妈 这好像都是我们教出来的 我靠 刘建宏 你妈个鸡 还有 他长得是有点像刘建宏 我只能说我我我我只能说我们就我们这边的这个我们去的比较接地起来我们的风格不是韩国人那种风格所以最后为什么做NSOLE4跟那个韩国导演理念上面有些冲突也是这样的他搞得你妈很正式很帅的对吧我们不管他观众喜欢看什么我们搞什么妈我管那么多 是这样说不了 是点 他们有自己他们一定要有这个就是要要搞帅要搞爱豆要要这样 也不要看这盘清本的也不要过不成功妈如果不成功就直接3比0直接带走了 我们这边名字的什么毛18你妈 你妈的那个毛18你妈的那个名字太大妈狗了 爱了你妈招不住了 你想想是不是你妈的这些名字我靠 你妈的多了我靠 范特希你妈的范特希那个打法你妈的别人是什么他那个半机械化吗他那套 你妈的叫摩托化老子他妈人都傻了 摩托化 以前其实其实如果做魔兽的话魔兽其实在这种举程号的时候还好你妈是该叫天王对吧他的这种东西还好我觉得就是 塔魔对吧 对塔魔对不对你妈这种东西我觉得我觉得就 这不是当年我们这些人取的吗我靠 你妈的双兽的取名字取的很蠢你知道吧 也就塔魔好听一点 你妈的这是什么什么兽王你妈的各种兽王我靠 Fly也是兽王令也是兽王对吧你妈的Grabby也是兽王都他妈叫兽王 令不叫美兽王吗 对呀就后来取了个你妈后来干脆分一分算了什么AV兽王得了我靠 Fly就是AV兽王然后那个令就是美兽王 Grabby就没有Grabby就叫兽王 名字他妈都是 刮跑跑吗 对呀取个刮跑跑后来给他取了个 岳魔对木闻叫岳魔还可以啊人皇Sky人皇其实这个名字也有点蠢 妈应该叫什么啊后来叫天王还好听一点人皇有点蠢 因为妈的用人组的都叫人皇 有段时间英飞还叫小人皇 那也是我跟你说也是妈有些妈有些全默默不奔随 妈还巴不得你们来举称号呢我靠 妈的像什么Sank那种铁胆火车侠 Sank没什么外号我靠 是这样 对吧你妈的你一提到你一提到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UD的就是你妈鬼王我靠 你妈的也很傻呀你妈的韩国四个鬼王 你都不知道谁是谁鬼王 你妈的你对吧再加个Ted 你妈中国鬼王 你妈就叫鬼王你不要叫鬼王 你Ted你妈你直接叫他肥仔我靠 我感觉清本完全打不过Ted啊 打不过有点对吧你Ted你就上来就叫他肥仔我靠 大家一下印象就深刻了就知道他是谁了 Ted操作很爽啊在这里冲出来 冲出来打我就没看没看懂啊 冲出来这里稍微有点过啊 重庆鬼王你妈的 那么还华中第一闪呢 中华第一闪 反正我就跟你们说取名字这件事情 韩国的那个电竞其实当年还是取得不错的 我感觉打进去啊 马上马上第二个那个要有了 对 第二个那个核电站要有了有了已经有了 统领鬼王你妈的统领鬼王是不是徐志磊吗 我操 徐志磊 徐志磊不是那个人妈的 打多他的那个啊 对啊 Bernie吗 对啊 他是不是就统领鬼王吗 亲本反正就这个 多他那些 开个大炮 这个叫核电站啊 哇靠这个打根本打不动啊 你看那个输出在上面 肯定打不动啊 这核电站太穷了 我靠 十几秒 亲本咱掉 亲本咱掉一个巨蟹 不朽就死了 就没机会了 不掉也死了呀 你妈的顶着核电站打 他怎么可能打得进去 没列他 莫名其妙去顶核电站 我靠 所以亲本比 确不还不堪大用 我测 是不是 亲本中单框一波 你妈顶核电站 他估计也觉得没办法了 只能顶着核电站打 快点输吧 输完我要看大客打 打马术了 你妈四点半开始打的 你妈五点钟就已经结束了 三场妈的半个钟头结束 我去找一下 我去找一下那个 那个上海滩你妈 我去找一下